你看,这盆大花惠兰又开了啊,我爸呢,现在喜欢把开花的往他的小屋里搬啊,这是刚搬进来的,我看到了,给大家做个视频,因为之前说过了啊,给大家讲过啊,他在夏天的时候晒的叶片发黄了,然后呢,也有花见了啊,说是开花给大家做视频,现在开花就给大家做个视频啊,现在呢,你看,他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啊,啊,有的人说,哎,大花惠兰是不是不开花呀,我不说了嘛,只要你换盆得当,操作得当,年年中的开花啊,我当时换盆的时候,把根部的土壤全部去掉了啊,用的是兰花土, 就是树皮,蒸熟盐之类的,然后把它栽种到里边的啊,只要条件合适到了夏季,看着它不怎么长了啊,你就比如说啊,在春天的时候长出很多新苗来了,你就开始使用鳞肥啊,比如花多二号啊,定期一个月给它交换一次,到了秋天,它就会慢慢的往外去长花件,到了入冬之前,花件就会长出来,在春天的时候就能开花了,如果说你冬天温度比较高放室内的话,在过年就能够开花了啊,开花又大又漂亮啊,但是有好多花又买那种特别大的,用那个大花盆冻的, 那些都是后来填充土壤的,你等它开花以后,赶紧去换坤,把根落露出来,和你切掉一部分,然后用新的兰花土栽种上,栽种上,花坤不要太大啊,只要见光,只要保证水分不缺啊,夏季尽量的去蒸印一下,那么它去长开,长花间开花是没有问题的啊,开花非常漂亮,我这个养了两年了啊,年年都能开花,现在就这样子,学会了吗,学会了,不要给想起点个赞,点光是赞的。